300到500區間 選一個數字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 果實費金額 好 我喜歡你 真的 謝謝 拜託拯救人 救救LULU好嗎 好 今天又是我們的 玩轉大胃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什麼 我忘了 不是 我都叫他炸彈啊 誰知道 反正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 終極密碼 沒錯 就是會有一個 區間 然後大家猜一個數字 然後如果那個數字引爆呢 就會有 驚喜嗎 這算驚喜嗎 還是懲罰呢 有些人是猜到算贏啦 哦 對對對 那今天 今天呢 我們就要來結合我們的美食 好 那我們的遊戲規則呢 就上字卡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產生一下 我們今天的終極密碼 怎麼樣 448 這數字 欸 448我覺得很難猜到耶 我覺得大多數人都會猜很整數 不然就故意的很積數 那我們等一下就來問路人 然後反正呢 不管他們就從300到500區間 選一個數字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 果實費金額 然後就是一定要吃到 他們猜中為止 好 開始 耶 那今天呢 就是希望你幫我猜一下數字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在玩終極密碼 那300到500 你會選擇多少呢 341啊 341 好好好 謝謝 那341可以吃什麼呢 我們這個遊戲呢 就是一定要保持最原汁原味 就是341就是一定341 滷味怎麼算 就是沒有辦法算到那一塊 各種算數加法都不行 所以我決定有一個 超吃飽 直接跟老闆說 341你隨便幫我 隨便幫我做啊 老闆 341你隨便幫我選好不好 300多少 341塊 老闆的臉很猙獰 對不起 老闆認真在算 341很大包耶 你知道我家那邊 榕江路上有一家鹹水雞 它就200塊 然後就已經很大份 而且幾乎 貴的我都吃到耶 好多喔 好累喔 我要趁金額還沒上去的時候 先選飲料才對的 我到底為什麼會現在先吃這個啊 有人做實驗 一個月吃鹹水雞 跟一個月吃滷味 誰身體比較健康 所以應該都沒有很健康 呵呵 耶吃完了 我們開始尋找下一個人類了 好 那我們找到第二位的 我們現在在玩那個終極密碼 那341到500你會選擇幾號呢 451 451 好 非常的不整數 好 謝謝你們 謝謝 那我們現在去買飲料吧 然後我想一下451到底要怎麼買 才可以買到這個數字 可是它都是整數耶 加冰 我要加11塊的冰 我要先買飲料 我要炒梅加木鍋啊 再點個 一塊是要幹嘛 買袋子 欸 好聰明喔 對嗎 頂著被罵我一定要要哪個袋子 不知道我那一塊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要一個一塊袋子 好 沒問題 我一定要先指定一塊 以防萬一等下出兩塊袋子給貨 這樣多少 440 440 不是451嗎 他說我數學問題 那我換一下好了 加速 那我要怎麼換才會換到451啊 其中一杯換大杯的就好 好啊好啊 那我要草莓可以換大杯嗎 我的素型怎麼會算錯啊 我剛剛還很自信的想說 嗯 456 耶 我的飲料好了 然後沒想到它一袋筷子是蠻大的啦 好 我來喝 然後剩下的帶著喝 Strawberry Milkshake 我喝完了 我們前往下一個 尋找下一位幸運兒 好 那我們現在在玩終極密碼 然後就決定我的餐費 那341到451 中間挑一個數字 396 396 好 謝謝 沒錯 沒關係 但6感覺還可以好 因為它是偶數 我們接下來這個數字呢 396 剛剛本來是想說 應該會有6這個結尾 發掘在西門町也是 找得不太到這麼不整數的 那我就想到一個我在西門町吃過的 美觀園 美觀園算是基本老店 然後他們有兩家 我不知道到底哪一家才是真正最老 後來我就選擇一個我平常吃的 我們重點發現一個就是 外帶全面九折 謝謝 快吃飽 欸我真的覺得真的很機智耶 某一個價格 打九折 會變396 440打九折是396 你要點440塊 然後跟他說外帶 我們就只要付他396塊 喔原來是這樣子 好勒 那我要去點東西了 那我點了一個 鮭魚肚生魚片 還有一個 魚清湯 所以這樣就是 九折之後這樣就是 396元 你知道我生魚片只吃鮭魚肚 不吃鮭魚嗎 比較肥啊 鮭魚肚 其實算中少 這好好吃喔 嗯哼 嗯哼 有加放的嗎 魚清湯這樣50 用你絲木魚的味道 耶吃完了 我們趕快再講下一個 好那我們找到一群學生吧 你們是幾歲 12 12 12 哈哈哈哈 我年齡有再勾 我大學 18 我20 身高1 欸這個這個交友圈很廣欸 他們是不是 挺幾 喔喔我想說這個交友圈很廣 好那我們現在在玩終極密碼 然後這是決定我的餐費 所以396到451 你們幫我選一個數字 413 413 好 好還沒爆還沒爆 好謝謝謝謝 謝謝 413-280 133 還差130 不行這樣就270 我要選 79 74 145 然後咧 還有 然後小菜是 豆腐 秋葵 豆皮 完美 拔丹 最後一道上來了 這樣才是完整的413 說我要先吃囉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蛋奇烏龍麵 蛋奇烏龍麵真的很神欸 它居然有79塊或74塊 做結尾 不過也就是因為它 我們才可以醋起我們的數字 欸我這說真的這遊戲啊 不只問路人是一個挑戰 算數也是一個挑戰 找東西也是一個挑戰 我突然覺得吃是最輕鬆的一發 我其實平常不吃烏龍麵 但有一個東西我一定會吃烏龍麵 明太子烏龍麵 欸日式料理的明太子烏龍麵巨好吃欸 這個麵沒有剛剛那個硬欸 我覺得要拆到448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如果他拆4475我會嚇一輪 最絕望的是447到450 然後他拆449 你還要再吃一次然後再去問人 有做過餐飲業的人 都會有一個習慣就是把他擺好 看不順眼很想幫他整理好 我可以喝飲料嗎 吃東西真的不能沒有飲料耶 好像肉片有比sukia大耶 耶吃完了 好我們現在可以前往下一個地方 好 那我可以請問一下你們現在幾歲 呃食料賽 哇真好真好小鮮肉 今天只要年紀小我都一定問幾歲 我們今天呢有一個終極挑戰 然後你們講的數字就是等一下我的伙食費 那現在呢來到413到451 中間你們選一個數字 436 436 好好好謝謝還沒有爆還沒有爆 拜拜 436能吃什麼啊 好來到436我們買的是這個台灣鹹酥雞西門店 哇 我吃了好多炸的滷的烤的烤的 我怎麼覺得是4八好距離了嗎 哇 我吃了好多炸的滷的烤的烤的 我要中多了 最快樂的是剛剛那個鮭魚肚 吃了好多炸的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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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鵝很糊喔 你看 啊這顆的 吃完就可以再來找出下一位幸運了 請問你們今年幾歲 呃 17 你看我果然很會認臉 我一問的都是年紀超小 那我們現在呢在玩的是終極密碼 然後等下你們說的那個金額就是我的餐費 那目前來到436到451 請你們說一個數字 44 我本來又收工了 差一點點好沒事謝謝 我們來到多仔之家 這也是在西門小有名氣 半夜外送絕對不會關門的一家店 剛剛就有看到這個 經過的時候就看到 欸它寫實價 實價就代表我們可以去跟它塞 這一個這一個呢 它現在是 444 我們跟老闆凹了一下 一般來說應該說要算400整 喔有夠燙的 那要跟它要冰塊 什麼鬼 久久沒吃泰國下來是最爽的 Yeah 收工 這數字雖然不吉利 但是我們可以再找下一個人了 走吧 那我們現在是 中級密碼 然後快要到尾聲了 現在目前來到444到451 可以幫我選一個數字嗎 445 好 謝謝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好是整數 這起碼是整數 好接下來來到我們的 445 我原本想吃洋燒店 但是你知道洋燒店多了一層 不會 知道怎麼算都算不準 結果我們就到洋燒店旁邊的 換燒 好 貴求下一位大爺 拜託拯救我 救救LULU好嗎 走吧 好吧 好那我們現在呢 在玩終極密碼 等一下你猜的數字 是我的伙食費 那我們現在也來到了 橫尾聲 目前是445到451 請給我一個中間數字一個 不錯這個效果我喜歡 慢慢想慢慢想 449 好我喜歡你 真的謝謝 差一點時間好 謝謝喔 拜拜 拜拜 真的拜託 最後一個請你猜中好嗎 好吧 我們現在趕快去早吃的 我們來到了 我以為它是粥店耶 因為我在外送看到 以為它是賣粥的 好像有粥耶 喔原來原來 我們吃的是 鐵板燒 最後最後 我覺得我點了一個套餐 300塊再加 乾脆魚149 這樣就449了 那這邊白飯 限量供應 但是吃到飽 那我不想吃飯 我就想吃菜 他們家白帶魚好大隻喔 這有點大塊 為什麼他們不猜448 我剛剛已經很努力在 控管我的表情了 就他一猜 我不知道我要高興 還是 還是我要 怎麼辦 我不是很想讓他知道說 我不能下班這件事情 不知道突然挑魚一次喔 救命啊 我怎麼會點魚啊 吃完 我們可以去找 下一個人了 漂亮的小姐姐 哈囉 哈囉 那我們現在呢 就是在玩終極密碼 等一下你猜的數字 是我的伙食費 那我們現在來到很尾聲 就是如果你猜中 我就可以收工 但你沒猜中 我就要繼續 熬下去 目前是 445到 449 幫我猜一個數字 447 哦好 謝謝 如果他猜448 我就直接不用吃 可是他猜447 就代表我 445 吃了一個之後 就不用再吃 對 所以等於說 這就是最後效果 好 我們現在可以去吃飯了 由於全家內部不能拍攝 所以我們買完之後 就來外面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明細 我們真的有點算 小作弊啦 好不好 因為你知道 店都關了 然後 真的 我真的覺得便利商店 他是能拯救我們最後的 而且重點是 剛剛算好好的 超多在打折 那個打下去 我真的覺得 這快骨折了 真的 當你拍片拍到後面 越來越疲憊的時候 就好希望 你不要再送我東西了 拜託 哇 好久沒喝養樂多了 我覺得 他跟大蛇冰淇 就是一定要私下胃瘍 447 最後最後 來 請問447跟449 你會選擇什麼數字呢 诶 47到449之間 沒錯 這就是我要的答案 哇 我們過關了呢 剛剛如果他先選448 那就不用再全家囉 真的 猜了一整天 就說明知道 448真的是一個 大家不太會猜數字 但是說真的 就是其實很多人都沒有猜整數 他還是猜一些很奇怪的尾數 對啊 好不好 你覺得這企劃怎麼樣 我覺得說實在的 還滿有趣的 但就是累了點 你知道我已經預想到 真的會有這種狀況發生了 這怎麼猜都猜不到那個數字 好 希望呢 這個企劃可以繼續下去 也希望大家可以來找我猜數字 對 這個企劃有一個最大的難度就是 很多人不願意受訪 真的很多人不願意受訪 就有點麻煩了各位 我告訴你猜錯猜對都沒關係 雖然我那個表情有一點猙獰 但那個只是來自於我自己而已 就是我們要晚一點下班 也沒什麼 真的沒什麼 好 希望大家可以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好 3 2 1 GO 好 這點 我不好意思喔 3 2 1 GO 好緊張喔 好緊喔 你可以加一個張嗎 這張 張 對 好緊張 對 好緊張 還有什麼 看妳的 這張 就一張 嗯 來吧 注意